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植物地图 我是植物科目作家孙凯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成都的礁纸公园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一座有水的城市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陆会 我们建设了许许多多漂亮的新的大公园 很多的植物出现在了我们的公园水井之中 常见的竹水而居的这些水生植物 通常有这么几种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荷花它的金干 从水里面高高的长了出来 我们把它叫做停水植物 还有比如像碎莲这样的植物 它的叶片浮在水面上 我们把它叫做浮水植物 还有一种植物它的叶片在水下面 比如像水蕴草这样的植物 它叫沉水性植物 今天大家可以跟随着我的脚步 我们去探寻一下这些在夏季里 娇艳盛放的水生植物 它们背后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 我身边有一种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水生植物 叫做千曲菜 它源产于欧亚大陆 中国的南北方都有它的分布和生长 这种草本花量是非常的巨大 一个长长的碎状的花絮上 有无数的非常小的小花 一株植物上就可以产生将近几百个种子 而且它是一个充满了线条感的植物 比如像青龙湖公园 今天我们所在的胶子公园 包括景城湖公园 等许许多多的新的公园里面 都能看到这种原生于我们中国的草本植物 水竹域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水边上出现的植物 其实水竹域进入我们成都这样的城市 也不过只有短短的数十年的时间 水竹域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植物 而且这种植物有一个特点 它长得非常非常的高大 水竹域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玩的花 为什么好玩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手上有一只牙签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熊尾柱头迅速的触动了一个机关 然后牢牢的把牙签固定在那上面 所以很多不明就里的昆虫到花这个地方去采集花蜜 结果脑袋一伸进去被它的花夹住了 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这个水竹域会不会是一种食虫植物 其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水竹域给它传粉的并不是小小的昆虫 而是生活在南美洲的蜂鸟 一旦它的嘴巴伸进了这样的花朵里面 同样触动了它的机关 啪的一声 就把里面的花粉打到了蜂鸟的嘴巴上 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进入了另外一朵花 这样就给水竹域传粉 水竹域是一个生长非常强健的植物 它可以通过在水里面的地下筋 不断地分裂出新的枝条 可以进行营养繁殖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高大 就像外星来的一种植物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埃及缩草 也叫紫缩草 过去是生活在埃及尼罗河一带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时期 人们就采集尼罗河两岸 大片大片生长的这种枝缩草 把它做成什么呢 做成一种像枝一样的 叫缩草枝 古埃及人包括古罗马人 古希腊人就在缩草枝上 记载了它们辉煌灿烂的文明 所以呢 这种植物呢 是曾经存在了一个重要文明的 一个见证的植物 希腊人把从埃及进口来的缩草枝 叫做Paperos 这也是我们今天 英文纸张Paper的池源的来历 我们看不到枝缩草 金干上有叶片 因为它的叶片呢 已经渐渐的退化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花梗 就是成一个放射状的线条 然后形成了一个散型的花絮 它们呢代替了自己的叶片 同样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夕阳夕下 我们的城市在落日余晖中 无比的绚烂 非常的美丽 正像我们这座城市的 许许多多的花卉草木一样 它们非常适应 这座城市的环境 在这里繁衍生息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一期的植物地图 就到这里 如果你的身边 有哪些奇花议会的话 请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 也许下一期 我们就会出现在 你的家乡 你的街道 你的身边 继续给大家讲述 这座城市植物的故事 再会